昨天淡水区举办第三届淡水区里长就职典礼 而面对第三届淡水里长有两位要来竞选会长 包括了邓公里的邱美金以及邪元里的萧庆和 因此在昨天典礼结束之后就立即进行会长的投票作业 最后由邓公里长邱美金以20票当选的里长会长 淡水市民联合服务大楼举办第三届淡水区里长就职典礼 现场淡水区共有42位的里长全部都到场出席 不过这一次42个里当中有7个里是新科里长 因此原本里长联谊会会长有变动 面对第三届淡水里长会长有两位里长有议院担任 包括了邓公里的邱美金里长以及邪元里的萧庆和里长 因此在昨天典礼结束后就立即进行会长的投票作业 里长联谊会每一届都会产生一位会长出来 那我们今年的方式就是说大家的共识之下 有两位参选人一个是邓公里邱美金里长 一位是邪元里萧庆和里长来角逐 那依大家的共识决定用投票的方式来产生我们联谊会的会长 那结果是由邱美金里长以20票对17票 当选我们第三届里长联谊会的会长 这一次投票是新北市升格之后 淡水区首次针对淡水里长会长的投票 由于第三届里长会长出现竞选情况 总干事表示经过各里长讨论之后 决定用投票的方式立即在就职之后举办投票 而最后则是邓公里里长邱美金得到20票 邪元里里长萧庆和17票 废票有5票 很高兴今天借用选举来当选我们淡水区里长联谊会的会长 我想会长的功能性就是服务我们的所有的里长 还有跟我们的市府做一个沟通 希望争取更多的建设及经费到我们淡水区 那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会把它尽力把它做好 由于每个区的里长都会有一位担任里长联谊会长 也就是该区所有里长的代表能够为所有里长协调各种事务 或者是与工部门反映淡水区里民的心声 而这一次在42位里长的票选之下 由邓公里邱美金里长以20票当选里长会长邱美金表示 未来会更加努力来打拼 为淡水区里民争取更好的生活 记者许端一的水彩方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